粉丝提问,如果人物跑步过多,速度会减慢,游戏会发生什么变化呢?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,这是非常模拟现实的一个设定,如果加入这项设定会发生什么变化呢? 一,载具上超级重要,如果人物跑步过多,速度会减慢,就和现实一样,那么以后不可能靠人腿去跑毒了,毕竟跑不了多远就累了,说不定到最后就跑得比蜗牛还慢了。 那么这时候靠什么跑毒转移呢?那当然是载具了,载具的重要性将空间提高。 二,跳伞集中在地图中间,如果跑步多了,速度会减慢,玩家的移动就会受影响,万一跑毒找不到载具呢?那岂不是要被毒死了吗?那怎么克服呢?当然是跳地图的中间了,不管往哪刷圈都能很快到达。 三,跳伞先找车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,就是跳伞落地先找车,因为载具不是你想有就有的,只有在一开始抢到才能算你的,那时候载具比武器还要重要,如果你不先找车,那么你就会非常被动。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会发生什么呢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